最近我在门诊遇到一位35岁的男性运动员 他的职业的话是高端科技的电子人员 但是他的兴趣嗜好就是骑脚踏车 骑单车 宫顶 他大概就是每个礼拜最少有三天都在骑单车绕我们的八卦山 那甚至于一个月最少都有一次骑到玉山再骑回来 那可见我们这运动风气非常好 但是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运动的话 如果没有一些节奏性的休息 节奏性的一些营养补充 常常会让他的肌肉韧带 造成一些重复性的损伤 或者是一些意外的损伤 那如果有运动造成的问题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暂停那些活动 暂停那些运动 让身体 让骨头 让肌腱去好好的去修复他 他就会慢慢的平复 那在还没有修复完成之前的话 尽量不要做太大 太多的一些活动 以免再刺激 让这些肌肉啊 这些骨头啊 他的活动的愈合 就会延缓 好好休息的话 就会比较好 那另外的话 如果要加速他的愈合生长 当然圆容 圆生医院 高压痒的一个疗程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包括一些很有名的 国家一些运动员 比如说棒球 摔跤 柔道 田径 这些 他们都有自己的高压痒 一个回复中心 他们都有在用 彰化人彰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